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他楼顶的办公室 你再看他摆出来的pose 据说这是李嘉诚很喜欢的一个对联 左宗棠的话 说是发上等院 结中等的员 想下等服 据说他这个袜子 补了又补 跟咱们那革命老干部一样 然后就是 在高处站着 但是寻平处住 在平的地方住 向宽处行 这是中国古人的一种 一种生存的一种法术 你再看看下边 这是他的办公室 你瞧人家这景观 什么时候咱呢 高树立 我当他秘书也行 可以看看风景 李嘉诚 再看下边 这个女的叫周凯璇 这是疯传的所谓红颜之急 据说呢 这次采访啊 也是周凯璇女士 来这个安排的 全程陪同 全程陪同 周凯璇呢 是李嘉诚主席的战友 哪方面的战友 爱人 也是棋手 爱人同志 战友 也是棋手 哪方面的棋手 这个很能干 把李嘉诚 他有个基金会主持 把李嘉诚的慈善事业的大气 举得很高 也是我们香港女性 杰出的典范 当选世界时代 有影响力的女性 真的吗 当然了 他成功的地方 就离天安门不远 就是那个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 生平代表作 东方广场就是他们策划 所以说这个这次 据说这个选择 南方报系来采访 传说都是这个周凯璇 来安排 这个选择也很耐人寻味 为什么选择南方报 而不是北方报系呢 他也是有很多分析的 但是很明显 这个李嘉诚一进来 就是说我这是一个反击 就是咱们 反击什么 因为一直前段时间 我到刚刚做了他节目 所以我很清楚 就说他撤资 他这次采访 你们都看了 意有所指的 就一个就是说 我没有撤资 我呢 这个绝不牵策 重申 我呢 是什么 爱国家 对 爱国 爱港 就是这几条 但是呢 有人就说呀 说这个 还有人提他说是地产霸权 他也说 但是他的解释呢 让人们也觉得 嗯 就像是回答这个问题 政府造出来的 你这个卖地 这个底价 啊 本来就不低 嗯 一直一口口啊 叫上去 我要这个地买回来 我要算成本 还有建筑材料 越来越贵 通货膨胀 嗯 这不盖出来的房子 怎么能便宜 所以始作勇者 敲第一口锤的 是香港政府 哎 啊 其实呢 就是像李嘉诚的 被称为地产霸权呢 对他有点不公平 他说香港的投资 只有15%跟17% 四大块 第一 香港电灯 第二货柜码头 第三就是这个百家 超市 嗯 第四才是盖房子 所以这17%的里头 占四分之一 那他的钱呢 其实在英国啊 在欧洲啊 印度啊 别的地方算 但因为他钱最多 啊 枪打出头鸟 总数最多 对 总数最多 你说哎 最有钱地产霸权 就是啥 就是他 所以这口气 今天呢 要反击 是多重的反击 这个也要反击 对对对 人家有时候 他接受这么一采访啊 充分表明了 李嘉诚这个人的这个精明 算无一策 说他是一箭几雕啊 这个话呀 有些是往北京方向聊的 有些是往香港方向聊的 有些是往世界方向聊的 有些是跟香港人民聊的 哎呀 这个东西全在里头 后面肯定有人帮他策划 高人指点 对有人帮他策划 凯旋嘛 全是去影响世界百大人性 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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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上一次的事情啊 我都觉得李嘉诚做的蛮意气用事的 就是ABC的内政 你知道ABC ABC就是梁正英跟唐英年不是选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商界流行一句话嘛 叫Anyone but see why 就是什么人都行 就是不选梁正英 那么这个是当时几个地产的 几大地产的一个共识 后来投票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 但是后来选了大家的 因为唐英年不是下面有个游泳池吗 下面有个酒柜 他太太游泳 欣赏突血 之类的一报道以后 这个选情就倾向于梁正英了吗 但是在选的那一天 去投票的那一天 我很仔细看了 李嘉诚高调的跑去 跟梁正英 跟那个唐英年握手 唐英年站在那里 已经没有太多人理他了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已经看出来 所有商界的人 大家都做生意的人嘛 都要跟政府搞好关系 明知道你要败了 我还来跑来跟你 那么高调 就一个李嘉诚 特别高调的跑来跟他握手 这个是我觉得 好像不大像他一贯的这种 你知道他一贯给我们的形象 常识是兢兢业业的 拘谨的 什么时候去算盘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高调的 好像坚持某一种风度 还是原则 这一次他访问说了 他说香港有两个最重要 第一个是法治 第二就是原则 他做人要有原则 不会当这个墙头草 他不管你外面风向怎么样 他认定唐英年这个人的品格比较好 即便挖了地窖 这个顾全大局 小吃不焉大鱼 他还是把他支持到底 他这个人 就是有他精明强干 或者说是这一面 其实也有他做人 有时候当然他要自己往自个儿脸上贴近 可以叫责善固执 对吧 责善固执 他有时候有他的一种固执 就是他要是要这样 那他就要这样 包括他觉得我按照法律经商 比如说就是这次选完了之后 梁振英当选了嘛 有人还跟他说 要你一直反对梁振英当选嘛 那么你要不要跟他有所和解 他好像这次报道也是讲 他就说 我跟他从没有结怨 又何来的和解呢 那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公公平平的嘛 但这还是一个高调的一个姿态嘛 对不对 那你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你这么高调的支持唐英年 你现在另外一个人当选特首 你这个作为当地首富 咱村庄里 这个我跟你说 村庄 村庄跟地主也得搞好关系啊 基本上 这要咱从这个新闻媒体的角度上来讲 我一看这南方报戏啊 整个也就一种仰视了 你知道 这家写 这个 不是 我没看 那李战成要愿意上枪枪三人行 那我的单腿下跪了 也可能 对吧 这一写就是 那就我们进入了这个传说中的办公室 然后就注意到了伟人的细节 就是他发明片 是吧 传送着很多 你知道吗 一直有人爱说这种伟人的细节 比如说周恩来总理 说这个记住了每一个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名字 第二次见面 全叫在下来 记住他记性子好 对 然后呢 说李战成是给每一个记者发明片 而且呢 就不像你说话一样 老师目光闪烁 就是说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老老实实的听 说话的时候 不错眼珠的 看着你 然后呢 名片发完了 有一个打灯光的 还是一个摄像 没名片 然后人家李战成为人 在谈话过程当中 突然还记得这件事 再拿一张名片来 然后恭恭敬敬的 给登爷 这咱们去见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这种描写 传说 我每次看到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 你比如说有个房地产的 叫冯文 在大陆 也写过一篇 就是说记载这个李超人 说是比如说 吃饭 本来有好几桌 他后来就发现一个规律 李嘉诚呢 在每个桌 都坐15分钟 就坐到15分钟 旁边人提醒 他换一个桌 因为他就要对在场的 每一个人 有平等的这个关照 可能他们生意厂上的人啊 觉得这样做人 特别干嘛 所以我们以前 校长也是这样 对吧 就是大家几桌吃饭 校长一会儿做这桌 一会儿做那桌 使得大家都感受到 他的关心嘛 对 但是 但是你们校长 有李嘉诚这么精确吗 15分钟 那没那么精确 那没有周凯旋嘛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很少出现的情况 比方说罢工 香港是很少罢工的 众所周知的原因啊 香港是很少罢工的 可是这次前一阵 这个码头的罢工 非常厉害 还有他们在全湾 卖一个房子 说是把一个住宅 当酒店卖 对 最后好像说是违反 违法的 是吧 全部收回 所以这个 你这两条啊 这个报道里都有反应 一方面呢 感觉这个李老爷子 就是对这个问题 他还是有幽默感的 就说 哎 他们罢工的人 在我那个办公室门口 画我那个妖精 鬼一样的像 他说画我呀 还是画我是笑的 就说明这临危不乱 但是更大的背景 是什么呢 是原来李嘉诚 或者是更老一点 包玉刚啊 安子介啊 这一代 这一代人 他们当初在中国的 跟中国的领导人 对话的时候啊 当时的香港 跟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比例啊 是一比六 你明白吗 这个大背景 就是1997年 香港的GDP是1500亿美金 大陆是1万亿 换句话说 六个香港就是全中国 那分量非常重 你发展到今天 我待会可以给你看看 他当年跟这个邓小平 还有一段话呢 你接着说 97年到现在 不到20年 香港正常增长 从1500亿变成了将近3000亿 翻了一番 可大陆呢 从1万亿变成了 现在不知道7万亿 还是8万亿 那香港就变成 大陆的二十几分之一 跟上海一样 你明白吗 这个背后啊 这个当初 当年大陆讲的外资外资 60是港资啊 百分之 现在这个比例缩小 所以客观上使得 你香港这些经济大佬 在整个中国的经济隔绝里的重要性 减少了 为你说话 这个各方面东西 大家的考量 也有点不一样了 今天你如果百家要卖 说实在话 你滑资一退 中资马上来 所以是有的香港空商界 感受到这个压力 对啊 就是我在香港 这个地方会怎么变呢 变成怎么样呢 就有点的焦虑 对 现在日资 韩资 随时自己打到 打进中国 这个山东啊 辽宁啊 又不知道经过香港 对 以前香港桥头堡嘛 你看香港现在日资白货公司 都关门了嘛 而且这个上海那个叫什么 一个自贸区 自贸区 说是什么出来以后啊 说是三年就把香港给落过去 不不不 上海那个自贸区主要不是征香港 上海那个自贸区啊 主要是抢了新加坡的 就是现在中国跟外国的期货生意啊 谈好了 那个交货啊 都在新加坡大部分 以后就普通了 你明白吧 这比账差很大的 对新加坡打击很大 我觉得你说香港人的这个这个穷人 比比回归以前多了吗 还是实际上差不多 关键是什么叫穷 对 七十年代香港的穷人 住在这个木屋里头 家里没空调 跟现在孟加拉国的生活条件 差不多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现象 对啊 都上楼了 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啊 都有空调了 但是这叫相对贫穷 为什么 人家的小孩有这个iPad 我这小孩没iPad 我现在这个小孩 人家你现在免费教育啊 你这小孩用不着 这个打光脚啊 要跑上二十公里上学 那个不管 他有iPad 我没有 或者他那个小孩两年换一个手机 我这小孩这个破手机 没有多重功能 还不是Apple 还用以前什么Moto了 这就穷人了 这个不管的 就相对平衡 但是我过去认为这个香港人啊 我这么多年来啊 我最早觉得香港人好像有种精神 就那意思啊 不怨天不怨地 也不仇富 就是你自己奋斗 就是个人奋斗 也是一个 这也是 这也是香港精神的一步 但是是不是近些年来就有点变了 你觉得这个变跟我们大陆人民的革命影响有关吗 这个也有点关系 这个变的是二十年来 这个香港政府跟殖民地政府啊 就是发放一些社会福利 有很多人觉得你不用再奋斗了 家里没没事做 家里一躺就有一些社会福利 再加上呢 内地很多新移民来到香港 来到香港以后 他们填补了这个空档 粉发苦干的你跑到香港的酒驾 你去看看这个洗完的这些大神 就是说擦桌子的试衣 全是来自内地的新移民 不是说香港没有这个奋斗精神 有还在 但是本土的香港人没有了 尤其是八十后九十后生的没有了 但是这些人有没有 在不在 在 不是香港人 内地的新移民 廉价劳力不断抗 不然的话 使得香港这个失业率维持不了 所以的奋斗就没进去 香港还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 从哪来呢 还是有的 那些人死干活干的 还只有一万块不到啊 什么八九千块 没错 很苦的 其实情况跟内地大城市也有相似的地方 对不对 对啊 你北京上海现在很多人讲穷穷穷 当地户口的人都不怎么干事 工作不好就不做了 上海本地的 下港了 哪有上海本地人在打苦工的 上海少女 上海少女 他肯干吗 他就当工厂干吗 他就当工厂干吗 他就听到少女就醒过 上海少女 干什么职业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这李嘉诚还说呢 就说是想远离政治 你也远离不了 所以他说他也很关心 甚至还说什么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他愿意从政 有人评论啊 我看香港有些人说 说是香港要真交给李嘉诚管 说不定能管的挺好 咱们先看看 我就给你讲当年的历史片段 你看一段 李嘉诚和谁 1990年1月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 这一年 他85岁 你还是非常好 你的身体还是非常好 达成五两 游戏跑不得了 西关你啊 我希望 创造一个记录 希望你创造一个记录 我自己是公圈 喝到97年 97年 买保险 买保险 超过这个 一年第一年困难 就是没有到 但是到1997了吧 到97年71以前 几个月老人家去世 所以邓小平的愿望实现了 但是李嘉诚 是活到 邓小平当年这个岁数 李嘉诚85 85比邓小平状态好 今年他就85了 每天早上打高尔夫 你对李嘉诚 这个人怎么评价 我觉得他确实是香港 一个不释出的 就是伟人 就是说伟人 不是说他有钱 而他这个人的 就是说这个本质 他这个人的涵养 他这个人 就对钱 对人的态度 是属于上一代 上一代的民国时代 就是商人 除了赚钱以外 他还得要讲义气 得要讲信用 这个一碗水 尽量的就是说端平 端平 他相信 李嘉诚这种商人 是中国古代 市农工商 处于四名之一 他觉得有这个一个社会责任 所以这个李嘉诚 有流传很多他的故事 完全没有架子 也是看见 见过一面就记得他 而且他说话态度非常诚恨 跟你说两句一手 一只手就抓住你这个手背 就是说很诚恨的交信 那不管你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让人觉得就是很温暖 嘉诚 这个人呢魅力非常的强 而且呢散发这个正能量 你就跟他做的这点 你见过他吗 见过 当时就感觉到 香港你见李嘉诚不是太难的事 因为 陶洁是香港的民族 没有没有没有 他不是皇帝 中环价值观代言人 没有没有 对中环价值观我有时候也有点批评 但是呢 那什么叫中环价值观 你给我这土鳖解释解释 中环呢 就香港一个金融 中心 就是商家 就商家精英 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 中环呢 中环的在中环上班的人呢 就一往往的比较自恋 也比较自私 看不起中环其他的 看得起大谱啊 我们 大谱 那李嘉诚呢 李嘉诚呢 他这个阶级观念 比较博 博 出身贫寒 别人 出身贫寒 他穷过 他主要 接着会您播出 对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所以他 特别